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哎呦 听得懂了吗 哦 可是他也是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了 谈恋爱 谈恋爱就是乱玩啊 谈恋爱 不过他没有去乱搞这一些 没有乱搞在网上乱看就叫乱搞 听不懂啊 哦哦哦 腦子里天天讲的女人那种事情的话 你说说看算不算邪淫啊 哦 哦哦 对不对叫不叫犯罪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没去抢银行 你天天脑子里想去抢银行 你是不是犯罪啊 脑子智慧思维叫犯罪吗 对对对 对对 意念犯罪会大过于 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说 就是说你意念想 比方说你意念想了一个小时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想五个小时想一天 那你基本上就已经属于 如果你一天当中都在想这个坏意念 那你基本上就已经已经行为了 听得懂吗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了一个小时 或想了五分钟 那么这个意念呢还不形成一个罪孽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如果是有圣意念的时候 真的是不小心看到一些网上 因为太多一些不好的自信 这一些 不能点进去 不能点进去 听得懂吗 不能点进去 跳过就算了 跳过就看过就 好 对他感兴趣了 你已经写赢了 好好好 你开玩笑了这么容易啊 学佛 干净 什么叫干净啊 你一件白春衫上面 你说说 看弄一点点木枝的话 看得清楚吗 还是有一件件 哎好了 算不算脏了 嗯 也是脏了 好了 明白了吗 师父如果我们 一般我们一直上网嘛 有时度人会看到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时候 马上念欺佛秘罪真言 欺什么 欺佛秘罪真言都不要念 因为你看进去了 你才要念 对不对啊 你说那个谁 你看看有修养的人 看到他会 他会盯着看不啦 看都不要去看 你都不要去理他 这种肮脏的东西 就像一个两个动物一样的 那这种东西 真的搞乱七八糟的 像娱乐圈这种八卦新闻 今天跟他好了 明天跟他好了 哎呀你们不懂的 你们不会 哎呀佛教我们 看这个人跟人 哎呀你要看 看这个人 你看表面没用啊 你看里面多脏啊 你看看看 你看看人 人喜欢这么脏的地方 你说说看啦 鼻子鼻子 眼睛眼睛 耳朵耳朵 哪个地方没有死啊 脏啊 喜欢那么臭要死了 真的 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是的我们 我们好好忏悔 好好忏悔啦 左画右画的画没用的 脏的呢 里面多脏啊 鼻孔啊 里面再看一点点 都是细菌啊 鼻涕啊 鼻屎啊 你看看这 再怎么美女也没用啊 对不对啊 耳朵 你往里面再看看 是什么东西啦 嘴巴里看看 这个牙齿啊 脏的呢 臭要死的 全是牙齿啊 你这样看的话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整天的 沉迷 沉迷于女色呢 男色呢 嗯 噁心都噁心死啦 听不懂啊 嗯 想到都要吐了 啊 好啦 好啦 这只不过是头上的啦 其他地方 脏的地方还要讲吗 嗯 对 好啦 对 我们好好克制 感恩师父的开心 用这种方法就克制了呀 嗯 就是噁心 啊 好啦 感恩师父